自7月20号夜间,南京公布陆口国际机场定期核酸检测样品检测结果出现酒粒呈阳性后,陆口所在的江宁区要求21日起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高温下街头战役随即打响。 当天,记者走访了南京市江宁区多个核酸检测点。 上午10点钟,记者驱车来到南京江宁体育中心,看到用于新冠疫苗接种的场所被调整为核酸检测点。 现场排队等待的民众有序进入接受检测。 早上提到通知说可以来这边做核酸嘛,就直接就过来了。 做完核酸之后呢,我肯定是会先去主动的去把疫苗打了。 现在已经反复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吧,也希望各位注意好个人的安全,也鼓励大家去把这个疫苗打了。 社区里面有,但是社区里面他们上午在排队,还做不了核酸,要到下午,行得到这边了,快一点,速度还是蛮快乐。 工作人员许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 一大早,她便和同事来到点位,为预约前来的民众进行核酸检测。 早上六点钟就过来了,今天目标是超人两万人。 之前这边一直新冠接种,因为这个突发情况,这边就是民事改成的,为居民的做核酸检测。 一共开了大概32名医护人员。这个点目前预约的大概是两万人。 记者随后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总部商务员,南京市江宁区万达广场等场所看到,等待核酸检测的民众排起了长队。 采访中有民众表示,希望这场疫情早点结束,祈福每一个人身体健康。 据最新通报,经集中隔离,重新采样检测,复合并与专家组诊断,总共发现17例呈阳性。 目前9人为确诊病例,其中4个为轻型,5个为普通型,5人为无症状感染者, 还有3例核酸检测阳性还在进一步的诊断。 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重点风险区内11万余人核酸检测,其中4万余人呈现阴性结果。